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看见兔女囊身后出现了一个鬼影 那个鬼影朝着兔女囊露出了凶猛的眼神 然后嗖了一声 鬼影将兔女囊紧紧抱在怀里并像后翼一样 这一幕让小明看傻了 他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而那个兔女囊已经从桥上掉了下去 看见有人落水了 旁边就有人开始呼唤救命了 幸好围观的群众有一个会游泳的大哥 他直接跳了下去 然后围观的怒人终于松了口气 便忍不住给那个热心的大哥拍手称号 扫射一圈怒人的表情后 小明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这些人明明就是刚刚围观兔女囊的观众啊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一丝异样 也没有谈论刚刚那个影子 难道他们都没有看见鬼影吗 因为很显然在大家眼里 那个兔女囊就是自己干舞的时候不小心翻下去的 一想到这里 小明就开始怀疑 难道是自己眼花看错了 从那年之后 这座网红大桥就不太平了 接二连三出事情 不是鬼魂少年骑摩托飙车出车祸 要么就是酒驾小车撞上大桥沪南 还有就是网红大桥上特别容易出现追尾 明明桥上不是很拥堵 也没有人横穿机动车道 但每天就是有车突然减速 然后被后车追尾 这一切谁也说不清是意外还是巧合 一年多下来 这座网红大桥已经出了大大小小几时启示过了 直到去年的秋天 小明又不堵的十分诡异的一幕 当时小明在一家网吧和几个好友开黑打游戏 突然间 小明看见外面好像有火光在闪动 而这个包间窗外正对着的就是那座网红大桥 小明很好奇 就来到窗口向下看 结果发现是桥头下面有两个道士在做法事 看到这一幕 小明瞬间想起那年网红大桥开通时 那个兔女囊对桥的事件 难道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 后来小明又听附近的村民说 这座桥修建的时候动了风水 所以才经常出事 县里实在没办法才找来道士做法 不过自从道士做完法 那座网红大桥似乎就没有怎么出事故了 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巧合 而小明对那座大桥还是保持着一种恐惧感 如果没事的话 绝对不会上那座桥了 故事到这儿 已经结束了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给大家带来国产民间恐怖漫画 晒魂咒 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陕斯省某个小县城里 那一年的国庆 父母带着小康来到乡下看望外婆 当时小康只有十来岁 他特别喜欢回农村 因为农村里都是没有见过的东西 父亲一口气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 终于在下午的时候来到了外婆的家 外婆的家是那种典型的农村民房 进了大门有一个宽敞的院子 东西两边还有装农作物和杂物的厢房 看到宝贝外孙来了 外婆一把将小康抱在怀里 而小康很少回乡下 只有过年才回来一次 所以他和外婆不是很亲 趁着外婆和父母聊家常的时候 小康一个人来到了院子 并顺着墙角的梯子爬到了屋顶的平台 站在这里就可以将村里所有的房子尽收眼底 这种感觉让小康觉得非常新鲜 所以小康就站在平台上四处张望 就在天慢慢黑下来的时候 小康突然去的背后有一阵凉嗖嗖的感觉 好像有什么人在看自己一样 然后小康下意识地转过头 结果看见隔壁平台上烟筒旁立着一根竹竿 而竹竿上面还亮晒着一件破衣服 很明显这件衣服是隔壁凝聚的 在屋顶晒衣服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小康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晚上吃过晚饭 小康却和父母一起睡觉了 结果到了后半夜 小康做了一个噩梦 他梦见下午看见的那件破衣服 随着衣服越来越近 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从那个人的面相来看 貌似是一位脑头 而且他的表情十分痛苦 然后脑头张着嘴巴 像是在对小康说些什么 但小康一句都听不清 这种状态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小康觉得自己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再后来小康就被父母给喊醒了 因为小康一直在说梦话 父母很担心 就把小康给叫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 父母就把这事告诉给了外婆 外婆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然后嘴里不停念叨着 这老不死的 敢折腾我家外孙 看我不骂的你狗血淋头 说完 外婆就走到门口 并对着隔壁邻居破口大骂 外婆是那种典型的农村老太太 骂起人来非常难听 父母都快听不下去了 不过可以听出来 外婆是在骂一个老人 而且这个老人就住在隔壁 骂了十几分钟后 父母觉得再这样骂下去不太好 于是就拖着外婆进了屋 回屋后 外婆的气依旧没有消 而父母和小康都觉得奇怪 不知道外婆为什么要骂邻居 外婆却说你们不懂 这种事就该使劲骂 越骂越管用 父母听了一头雾水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外婆冷静下来后 才说出了隔壁张老头的事情 话说隔壁之前住着一个张老头 她带着儿子儿媳一起过日子 可是儿媳是一个非常刁蛮的女人 整天好吃懒做 然后就指使张老头干活 直到有一天 张老头被儿媳赶到河边去浇菜地 当时正是三福田 张老头干了两个小时的活 直接住属了 然后一头栽倒进了旁边的河里 等村民挠起来的时候 张老头已经被淹死了 从这天之后 儿媳每天都会做噩梦 梦见张老头回来复仇了 后来儿媳不知从哪里 都来了一个办法 找了一件张老头 身前穿的一件破衣服 用竹竿撑起来 立在烟筒上面 据说这样 可以让张老头的鬼魂 白天暴露在阳光下火烧一般 而到了晚上 又如同入了冰窖一样 寒冷刺骨 并且烟筒属于人间烟火 时间一久 就能将鬼魂烧得魂飞魄散 听外婆讲完后 小康的父母忍不住感叹 至于这样对张老头嘛 那个儿媳也太过分了吧 而且她家儿子 就这样看着不管吗 外婆也叹了一口气 在我们农村 这种事情太多了 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所以你们也别管了 第二天 外婆就催着小康的父母 带着小康离开了 因为外婆怕小康 再次受到伤害 离开的时候 小康忍不住 看了一眼隔壁家的屋顶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个脑头 在那里受罪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给大家带来 国产民间恐怖漫画 《冥魂寻尸》 这个故事 发生在南方的一座小山村里 村里的娟子和治国 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小情侣 他们从小就玩在一起 长大后 他们的感情依旧如交四期 但是双方的家长 却不允许他们在一起 尤其是娟子的父母 已经给娟子 物色好了一个有钱的人家 结果娟子和治国不愿意分开 他们不管如何努力 做家里的工作 家人就是死活不同意 最后 他们被批的没办法了 就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 殉情 没有语言 也没有眼泪 娟子和治国 互相深情地看得对方一眼后 就手牵手朝着河里走去 他们没有一丝犹豫 只要能够和对方在一起 死也愿意 随着河水越来越深 娟子和治国的脑袋 渐渐地淹没在了河水中 就在这时 村里的王老汉发现了他们 王老汉 因为有人失足落水 急忙冲过来救人 此时的娟子和治国 已经被河水全部淹没了 而王老汉在河里 摸索了好一会儿 才将昏迷的治国 给拖了上来 等王老汉 再去救娟子的时候 娟子已经被湍急的河水 给冲走了 而治国在咳了几口水后 慢慢的恢复了意识 治国清醒过来后 就疯狂的朝河里跑去 嘴里还不停喊着娟子的名字 王老汉接壮 急忙将治国拉了回来 随后 王老汉费了好大力气 才将治国送回了家 然后王老汉 又跑到娟子的家报信 听说娟子训误情 娟母非常伤心 哭天喊地的往河边跑去 然后娟父 找来的很多村民帮忙 一起打捞娟子的尸体 结果捞了几个小时 什么都没有发现 没办法 娟父只能又雇了几条小船 往更远的地方打捞 按照一般情况 有人被淹死了 自己就会浮上来 如果浮不上来 大多数就是被水草给缠住了 可是水草多的地方都打捞了 娟子还是没有找到 然后娟母就坐在岸边 垂胸顿足地哭得死去活来 都怪娘不好 不该反对这么轻事的 可是世上根本没有后悔药 再多的泪水 也换不回娟子的命 后来 娟父又找人连续打捞了三天 依旧没有找到娟子 娟子的大哥 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 于是就建议父母 找个会看事的老师傅看看 老两口一商量 也没憋的办法了 然后就托人 找到了隔壁村的猪瞎子 娟父送上礼品后 就把娟子的事情 一五一十告诉给了猪瞎子 猪瞎子听完深深叹的一口气 说道哀 殉情不称 双变单 这是心愿未遂 有了怨气 所以说 必须要化解这个怨气 你们才能找得到 娟子的尸体 见猪瞎子 说到了重点 娟父急忙请求 猪瞎子这条明路 猪瞎子表示 这事很简单 给娟子配个阴婚 心愿了了 怨气自然就消了 一听到配阴婚这三个字 娟父就弄住了 活了一大把连击 配阴婚只在戏文里听过 这现实中还真没有见过 然后猪瞎子还强调 给娟子配阴婚 一定要找 陪她殉情的那个人 因为娟子的执念非常深 找其他人可能行不通 听到必须要找 治国配阴婚 娟父就更加犯愁了 因为自从发生的这件事 两家人的关系 已经闹僵了 现在又要找人家配阴婚 这可如何是好 虽然娟父类心十分纠结 但是为了自己的闺女 能够早日托尼苦海 娟父也只好硬着头皮过来 对治国的父亲说好话 听说要自己的儿子配阴婚 治国的父亲顿时火冒三丈 我说你怎么主动找上门来了 原来你是没安好心 诅咒我儿子早点死 治国的父亲将娟父 臭骂了一顿后 狠狠地将大门给关上了 此时的娟父也没办法了 只好打道回复 就在这时 治国家的大门又一次打开了 这次开门的正是治国 治国他非常激动地 朝着娟父喊了一句 我愿意 我愿意和娟子结阴婚 治国的父母想要阻拦治国 但怎么都难不住 而娟父见到治国如此坚定的态度 也是后悔万分 当初就不敢反对 治国和娟子在一起的 就这样 一场迟到的婚礼终于举行了 虽然他们相隔阴阳两世 而娟父也按照猪瞎子的嘱咐 将一只大公鸡 让治国抱在怀里 在双方家长的见证下 治国对娟子的遗像败了堂 仪式结束后 娟父就把公鸡 装进了笼子里 并扔进了娟子 寻短见的河里 没一会儿 水面就像开了锅一样 冒着水泡 紧接着 一个女子的尸体 从水里浮出了水面 走进一桥 正是娟子的尸体 奇怪的是 娟子在水里泡了这么多天 而她的皮肤依旧完好如初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后来治国不顾父母的反对 执意将娟子的尸体 埋在了她家的祖坟里 而治国一直放不下这段感情 一直到老 她都没有再成家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给大家带来 国产民间恐怖漫画 乌鸦雪 这个故事 发生在几十年前 东北地区一个普通小区里 那一年 小明从季孝毕业后 就被学校安排进了一家 机械家工厂 而这家工厂的工资 待遇非常低 当时小明刚进入社会 也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 只能任由工厂脑板剥削 好在小明在工厂里 认识了几个不错的好哥们儿 一到休息的时候 他们就会聚在一起 打打牌 喝喝酒 这天小明和往常一样 和几个哥们儿去阿伟家里喝酒 刚进阿伟的小区 一面走在一个白发苍苍的脑头 和脑头擦身而过的时候 他们突然闻到了一股 非常刺鼻的腐难味道 然后一个哥们儿忍不住问 你说那个脑头是不是剪破难的 身上怎么那么臭 像刚从垃圾堆钻出来的一样 阿伟健壮 急忙让哥们儿小声点 因为阿伟和这个脑头 住在同一个小区 所以他非常了解这个脑头 见哥们儿对脑头很感兴趣 于是阿伟就讲起了脑头的遭遇 其实这个白发苍苍的脑头并不老 准确来说应该称呼大叔 而大叔的儿子和阿伟他们差不多大 不幸的是几年前大叔的妻子去世呢 然后大叔的儿子 也因一次入室抢劫而遇害了 虽然凶手被抓到了 但大叔的人生全毁了 毕竟妻子去世后 大叔就一个人带着儿子 每天起早贪黑 就为了多赚点钱 给儿子一个幸福的生活 现在发生这种悲剧 大叔唯一的生活动力也就没有了 从此以后 大叔就不再工作了 天天待在家里 小区里的脑邻居们 都非常同情这位大叔 就在儿子死后的一个月 几个大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每次从大叔家门口路过的时候 总能闻到一股腐难的味道 而且大叔家墙壁上 贴满了传单和小广告 貌似大叔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出门呢 大妈们担心出事于是就报了警 而警察因为大叔儿子命案都认识大叔 所以警察表示大叔心理素质还可以 不会做傻事的 最近没出门 说不定是回乡下去了 见警察不相信大叔家里出了事 小区的王博就站出来 讲述了一件更诡异的事 几天前一个晚上 王博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大叔 可奇怪的是 大叔在小区后面一处非常僻静的地方倒垃圾 王博就上去打招呼 结果却发现大叔满头白发 差点都没有认出来 而大叔只是对着王博点了点头就走了 似乎并不想与人交谈 大叔走后 王博就看到垃圾箱里沾满了鲜血 并散发出一阵阵腐难的味道 王博感到很好奇 就打开了大叔丢的垃圾袋 结果发现袋子里全是死乌鸦 这件事让王博想了几天也没有想明白 难道大叔受了刺激 最后加入了某个邪教 听到王博的讲述 警察这才意识到的事情有些蹊跷 于是来到了大叔的家 喊了几声无人应答 就在警察准备强行撞门进来的时候 大门突然打开了 开门的正是大叔 此时大叔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而他的身上全是血迹 看到这种情况 一名警察立刻控制了大叔 另一名警察急忙来到屋里查看情况 最后警察在大叔家里 发现了很多被农子关着的乌鸦 而厨房里到处都是血 更恐怖的是 大叔的儿子还没有火化 他的尸体直挺挺的躺在卧室里 一番审讯后 大叔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原来大叔听信了民间的一种邪术 只要给死人连续喂81天的乌鸦血 就能让其复活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大叔偷偷买回了几十只乌鸦 并每天喂一碗乌鸦血给儿子 大叔一边讲一边哭 并且还要求警察放他出去 因为儿子今天还没有喝呢 警察听完大叔的讲述后 半天也没有说出话来 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 谁不同情一个丧子心痛的老父亲呢 由于乌鸦不是什么保护动物 再加上处理亲属的尸体 也不是强制性的事情 警察只能对大叔教育了一番 最后就把他给放了 再后来听小区的人们说 当时几个邻居跟着警察进屋查看的时候 发现大叔儿子的尸体 一点负难的迹象都没有 而且他的头发还长长了 所以又有人传言 大叔的儿子可能真的复活了 对于小区里的传言是否属实 小明和阿伟他们也无从证实 他们更惯心的是 下个月的工资会不会涨一些 再后来小明他们就换到了江苏的一个厂里 因为那里的工资高一点 小明在江苏待了一段日子后 就打电话问阿伟 关于那个大叔的事情 结果阿伟却说 自从那天遇见大叔之后 大叔突然搬走了 谁也不知道去向 至于他的儿子有没有复活 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国产金索漫画 《桥上怨魂》 这个故事发生在王老头的身上 当时王老头在一个工地上干杂活 白天打扫打扫场地 而晚上就帮忙看工地 防止钢筋水泥什么的被人偷 而那一次 王老头跟着工程队修一座大桥 由于看工地的就王老头一个人 所以晚上没有什么消遣 和别是一样 吃了晚饭 听完广播 王老头就打着手电 开始巡逻了 在桥墩上逛了一圈后 王老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然后他就准备回帐篷里睡觉了 可就在他刚进帐篷的一瞬间 外面就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 王老头觉得很奇怪 这附近根本没有人家 再说又是大晚上的 怎么有女人在哭呢 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 王老头还真的看见了一个女人 可诡异的是 那个女人居然就坐在前面的一个桥墩子上面 而这个桥墩子没有和桥体连接 他是怎么爬上去的呢 虽然王老头觉得这个女人有些古怪 但他还是壮着胆子喊了一句 喂 你哪儿来的 坐在那里干什么 王老头一边说 一边用手电照的过去 结果手电光过去后 那个女人突然就不见了 哭声也停止了 然后王老头以为自己老眼昏花看错了 于是一步三回头的回到了帐篷里 第二天中午 王老头在和工友们吃饭聊天的时候 就说起了昨晚那个哭泣的女人 而工友们表示不相信 因为那个桥墩所在的位置 河水非常深 就算水幸好游了过去 也无法爬上这个桥墩的 就在这时 另一个工友讲的另外一件事情 几天前 河的上游 有一条船出了事故 淹死了两男一女 两个男的都打捞上来了 唯独那个女的一直没有打捞到 所以这个工友就怀疑王老头 是不是看见了那个淹死的女人呢 听工友们越说越邪乎 王老头就不敢再聊下去了 当天晚上 王老头睡觉的时候 又听到了一阵哭声 于是王老头就拿着手电出来检查 和昨天一样 王老头又看到那个女人坐在桥墩上 然后王老头壮了胆子 喊了一句 喂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结果下一秒 那个女人纵失一跃 就从桥墩子上跳了下去 鬼院是女人跳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不见了 而河边上一点水花都没有 王老头打着手电 在桥墩附近照了好几遍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一刻王老头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见鬼了 隔天 王老头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黄老板 谁知道黄老板听完王老头的讲述 瞬间就变了脸 然后指着王老头训斥道 你可别在工地上散播封建迷信 如果影响了工人干活 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说完 黄老板气呼呼的走了 几天后 工地上就发生了一件很邪门的事情 出问题的正是那个桥墩 不管工人们如何交注 第二天桥墩就会塌掉 连续塌了几次后 工人们没有办法了 只能上报给黄老板 黄老板第一反应就是包工头偷工减料 而包工头表示绝对没有 黄老板知道包工头的为人 也就是那么一说 可是这桥墩交注不起来 剩下的工程就无法进行了 然后包工头就提到了王老头的那件事情 会不会和那个女鬼有关 虽然黄老板是不信邪的 但是为了让工友们安心干活 他只好找一位会看风水的高人 这个高人只是往桥墩上看了一眼 就有了结论 我说黄老板啊 那个桥墩上怨气纠缠 你能交注才怪呢 听高人这么一说 黄老板有些慌张了 急忙祈求高人想办法破解 高人又看了看桥墩 便指着桥墩下面说 问题出在水下 画面一转 黄老板找来了一名水性好的壮汉 滑着皮花艇来到了桥墩下面 壮汉深吸一口气后 一个猛的扎到了水里 钢前的水底 壮汉就被吓了呛了一口水 只见桥墩下面的一块水泥上 裸露着很多钢筋 而钢筋上面勾着一个女性尸体 随后黄老板就把这个尸体 拖了上来并报了警 经过警方调查 这个女人正是几天前 乘船事故中没有找到的死者 而黄老板也是花了不少钱 让高人做了一场法事 那座桥才能顺利修建起来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娱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娱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民间恐怖漫画 司机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十几年前 当时大伟还在公路管理处 做测绘员 有一天 大伟的单位接到了一个项目 要在大山里修路 于是单位就安排大伟 和电影的同事负责这个区域 由于那个地区的山路非常不好走 然后单位又给大伟他们 安排了一辆专车接送 说的好听是专车 其实就是一辆破面包车 开车的司机叫做阿强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汉 而这个事情呢 就发生在阿强的身上 那一天 阿强把大伟和他的同事送到地方后 阿强就开着车走了 当然他们已经说好了 等太阳怪要下山的时候 阿强再过来接他们回村子 结果前几天阿强都非常准时 而今天阿强却迟到了 而且迟到了两个小时 大伟非常生气 忍不住说了阿强几句 而阿强也觉得不好意思 一个劲的道歉 回到村里后 阿强就请大伟他们喝了一顿酒 几杯酒下肚 大伟开玩笑的说 你小子平时那么抠门 怎么今天突然请咱们喝酒了 该不会是走桃花运的吧 结果阿强表示 自己还真的走了桃花运 原来今天下午 阿强按照约好的时间 准备过来接大伟他们 结果半路上 他遇到了一个妹子 在路边男车 看到妹子十分着急的样子 阿强就停了下来 询问妹子是要去哪 妹子说他要到前面的红旗村 阿强觉得红旗村也不是很远 于是就搭了他一程 上车后 他们俩就有一句 没一句的撩了起来 妹子叫做娟子 在公路段上班 今天他出来检修路机的时候 同事突然有事 就开着车先走了 幸好遇到了阿强 不然这样走回去 天就黑了 而阿强对娟子的印象非常好 并且从对话中知道了 娟子目前也是诞生 把娟子送到了村子门口后 阿强这才往回走 去接大伟他们 然后阿强在副驾上 发现了一个白手卷 貌似是娟子那下的 此时的阿强心里美滋滋的 用了这手卷 下次就可以把娟子约出来 还给他了 阿强说完自己的遭遇后 大伟忍不住打去的 你小子还真的怎么讨花运啊 看来这顿酒真的归你请客了 可是后来的几天 阿强就再也没有遇到过娟子了 这让阿强变得有些魂不守舍 开车也不专心 大伟一眼就看出了情况 于是就对阿强说 你是不是想娟子的 要不去他家找他 阿强一听 立刻精神的起来 画面一转 大伟和阿强就来到了洪旗村 问了几个村口的大妈后 大伟他们很快就问到了娟子的家 结果来到娟子的家后 娟子的母亲却说 娟子已经死了一年多了 阿强听得非常激动 自己前几天还见过他呢 而且他还留了一个白手卷 娟子的母亲看到这白手卷后 就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然后娟子的母亲 就请大伟和阿强进了屋 看到屋里摆放着娟子的遗像 阿强也只能接受 娟子已死的事实了 然后娟子母亲一边哭 一边讲述了娟子的遭遇 当时娟子好不容易进了事工路段 结果干了没几天 娟子误入了一个爆破现场 当场就被炸死了 而这个白手卷 就是娟子入关下葬的那天 娟子母亲盖在娟子脸上的那一个 说完娟子的故事后 娟子母亲就向阿强提出了配音婚的建议 结果阿强拒绝了 从那天之后 阿强就有些不正常了 他连续好几天都梦见了娟子 娟子在梦里呼喊着阿强 让阿强下去陪他 然后阿强吓得不敢睡觉了 由于晚上没睡好 白天开车自然就没有精神 再后来阿强就出事了 他送完人返城的时候 从一处很陡峭的山路上冲了出去 当场车毁人亡 很多村民都说阿强的死和娟子有关 因为阿强出事的地方 和阿强遇见娟子的地方非常近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民间恐怖漫画 遭雷皮 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刘家村 当时刘家村里有一户信底的人家 家里就两个人 一个能母亲带着一个不争气的儿子铁蛋 这个铁蛋快三十岁的人了 整天游手好闲从来不干正事 而且铁蛋非常喜欢赌博 只要身上一有钱 他就会送到赌场去 平时铁母也没少骂铁蛋 但铁蛋就是不听 而且铁蛋还经常对母亲突言不逊 这天吃饭的时候 铁母就语重心长地告诉铁蛋 说父亲留下来的积蓄 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如果铁蛋还是游手好闲 不去干活的话 那以后馒头咸菜都吃不上了 面对母亲的唠叨 铁蛋依旧听不进去 然后拿起一个馒头准备开牛 铁母健壮 想要过来拦住铁蛋 结果铁蛋头也不回地 奔着赌场去了 铁母叹了一口气 只能怪自己造恋 生了这样一个东西 眼看家里就要断粮了 铁蛋又不干农活 铁母只能亲自上阵了 中午时分 火辣辣的太阳 烤得身上非常热 隔壁大妈看到铁母下地干农活 就劝铁母回去休息一下 别中暑了 这农活还是留给铁蛋干吧 结果铁母只是笑着回答 铁蛋今天有事在忙 所以这农活就自己干了 看得出来铁母什么事都为铁蛋说话 只怪这个铁蛋太不争气了 两人聊了几句后 隔壁大妈就先告辞了 结果大妈没走几步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扑通声 原来铁母中暑晕倒了 大妈将铁母送回家后 发现铁蛋不在家里 在村里找了一圈后 在赌场找到了铁蛋 大妈说明情况后 铁蛋一点反应都没有 继续门头打着她的牌 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 最后还是赌场老板将铁蛋给赶了出来 回到家后 铁蛋不但没有照顾炕上的母亲 反而还埋怨起 母亲好好的怎么就中暑了 此时的铁母非常虚弱 她想让铁蛋给自己煮一碗百米粥 结果铁蛋完全不顾母亲的死活 准备把家里最后一点积蓄拿去打牌 这时外面电闪雷鸣 下起了大雨 虽然雨下得很大 但依旧阻止不了铁蛋奔向赌场 结果赌场门口把风的冬子不让铁蛋进去 铁蛋很诧异 我今天有钱怎么不让我进去 冬子却说老板已经交代过了 不能让铁蛋进来 怕你遭雷劈的时候受千年 铁蛋虽然心里很不爽 但他也不敢出声 因为他惹不起看赌场的人 于是铁蛋又来到了村西的另一家赌场 结果这家赌场也不让铁蛋进去玩 此时的铁蛋已经凝成了洛汤鸡 现在没有赌场让自己玩了 只能回家了 就在铁蛋朝着家里跑去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划过一道闪电 下一秒一个大雷轰的一声 劈到了铁蛋的身上 铁蛋顿时感到全身发麻 然后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 幸运的是 刚好有两个村民从这路过 他们将铁蛋送去了医院 从这点之后 铁蛋不孝被雷劈的事情就在村里传开了 然后村里的人都拿铁蛋的这个故事 来教育自己的后代 长大后一定要懂得孝顺长辈 不然就要遭雷劈哦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民间恐怖漫画 焚坑 这个故事发生在小明小的时候 那一年的暑假 父母将小明送到了乡下的外婆家 谁知道送过来的第二天 外婆就要去奔申了 因为外婆的一个远方表姐前几天去世了 其实外婆不打算带上小明的 但小明一直闹着没完 外婆没办法 只能带着去了 一个多小时的客车 来到了外婆表姐的家 因为死的人要招待来奔申的亲朋 所以准备了好多吃的 然后小明一边吃着好吃的 一边听着大人们商量着下葬的事宜 从对话中可以听出来 外婆的表姐死得早 所以家人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 这面棺材也是借别人家的 而且坟坑也没有挖好 于是外婆表姐的两个儿子就商量着 明天一早找师傅来挖坑 第二天天一亮 一群人就去了坟地 小明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觉得很好奇 也就跟着去了 与此同时 两个师傅已经挖了一个大坑 不过挖到一米多深的时候 两个师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地下露出了一块山石 怎么都挖不动 这样的话是不能将棺材埋进去的 于是主家的脑头站出来说 要不重新再挖一个 结果师傅就着没回答 一次挖两个坑坑可不吉利啊 一番交涉后脑头子就急了 不管怎么必须重新挖一个坑 不然这棺材往哪放 两个师傅有些为难 可该说的都说了 如果主家不介意 那只能再挖一个了 等重新挖了一个坑后 外婆表姐的棺材就下葬了 由于事先什么都没准备 所以外婆表姐家特别忙 就连最先挖到一半的坑坑 也没有时间去填埋 葬礼结束后 外婆就带着小明回了家 得以为这事就这样结束了 结果几天后 外婆表姐家又男人抱丧了 来的这个人小明认识 正是外婆表姐家的大儿子 大儿子喝了一口水后 就讲述了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 外婆表姐家的二儿子 在村里工程队上班 平时就运个水泥什么的 而出事那天 他正推着一车水泥 从刚立起的墙底下走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面墙毫无预兆的倒了下来 二儿子直接被砸死了 老太太刚死没几天 家里又死了一个儿子 按照当地的习俗 百日之内是不能连着办 两场丧失的 所以二儿子棺材就不能运回家里 最后长辈们商量了一番后 就把棺材放到了大儿子家里 结果大儿子的妻子不同意了 谁愿意把棺材放在自己的家里 一言不合 大儿子就和妻子吵了一架 两口子吵来吵去 最后妻子松了口 他说棺材绝对不能放在家里 放在后院还是可以的 可后院是猪圈 虽然大儿子不太情愿 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隔天一早 大儿子的妻子去喂猪的时候 被吓了一跳 猪圈里的猪全都跑了出来 而且还把二儿子的棺材给拱了 听到妻子的惊叫声 大儿子急忙跑了出来 他的棺材被猪拱了 大儿子瞬间就炸了 然后一边哭 一边骂自己的妻子 都怪你 把我兄弟给害惨了 妻子也不敢示弱 回顶了几句 大儿子仍无可忍 直接给了妻子一耳光 然后妻子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收拾了几件衣服 准备回娘家 结果经过一段火车道的时候 大儿子的妻子正在气头上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呼啸而来的火车 最后被卷到了车轮下面 说完这些后 大儿子已经哭得发不出声音了 外婆安慰了大儿子几句后 就准备过去帮忙 尿你后事了 然后村里的人就开始议论 外婆的表姐家 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死的人是不能挖两个坟坑的 这样的话家里迟早会出事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民间恐怖漫画 再多看一眼 男主小宅有个癖好 就是喜欢偷窥 他租住的房子在八楼 地势很好 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 就喜欢用望远镜 观察楼下的众生相 比如楼下的店铺生意如何 隔壁大妈今天买了些什么菜 再或者就是下面的熊孩子 在玩些什么 可能是小宅一个人独居惯了吧 再加上他的性格十分内向 朋友又不多 所以他才有了偷窥的习惯 这天小宅到一家企业 做了设备维护后 就一个人坐着公交车返回住处 就在这时 小宅无意间发现旁边街道上 有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妹子 这个妹子长发披肩 正是小宅喜欢的内心 不过他始终背对着马路 所以看不清他的长相 由于公交车开得很快 过了这个街角 妹子的身影就被甩在身后 然后小宅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这样的美女就算自己遇到了 也没有勇气和他搭讪 第二天小宅乘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 居然又看见了昨天那个妹子 妹子依旧站在街边 背对着马路 小宅还没来得及多看几眼 公交车就驶过了这个站台 然后小宅感到非常奇怪 那个妹子在干什么呢 是在等人吗 还是在找东西 不过小宅最好奇的就是他的长相 又过了两天 公司组建了一次团建互动 散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公交车了 而小宅也不想打车 于是决定不行回家 大概走了十几分钟 他就来到了那个熟悉的街角 就在小宅想着会不会遇见那个妹子时 一抹红色突然出现在小宅的前方 没错 那个妹子居然还在这里 而且他依旧面对着墙 此情此景 小宅已经没有过去搭上的念头了 因为小宅已经认定这个妹子 多半是个疯子 或者是个傻子 不过小宅还是想看一看她的长相 是不是和自己想象中的一样 小宅慢悠悠地走过来 并嫁妆接电话 奇怪的是 小宅已经靠得很近了 而妹子的脸始终看不清 只能看出一点模糊的轮廓而已 再靠近一点的话 就要被妹子发现了 于是小宅只好放弃回家了 从这天之后 小宅就没有再去关注那个街角了 然后又是一个周末下午 小宅乘坐公交车的时候 突然看到外面围满了群众 而这里正是那条熟悉的街道 小宅心里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小宅立刻下了车 过来查看情况 几近人群后 只见两个警察压着一个男子走了出来 小宅不清楚状况 就问了旁边的一位老大爷 老大爷说 半个月前这里发生了一起很惨的命案 而凶手就是刚刚那个男子 警察正压着他指认现场了 听到这里 小宅隐夜觉得受害的就是那个红衣女 不过小宅没有继续问老大爷了 他打算回家自己查 回到家后 小宅就在网上查询最近发生的命案 结果还真的查到了 时间和地点都对得上 原来凶手和红衣女是同事关系 而且凶手一直暗恋着红衣女 结果在一次告白的时候 红衣女拒绝了凶手 并且害怕凶手狠狠嘲讽了一番 然后凶手因爱生恨 展开了狠毒的帮扶计划 在红衣女下晚班回家的时候 凶手将牛酸泼在了她的脸上 当时是凌晨时分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最后红衣女活活被痛死了 看完这个新闻后 小宅的电脑突然发出一阵呲呲的声音 紧接着桌面谈出了一个视频 而红衣女就在里面 红衣女用十分低沉的声音 对着小宅说 你不是想看我的长相吗 现在给你看个够 眼看红衣女就要转过头了 小宅吓傻了 出于本能反应 小宅关上了笔记本 并冲出了房门 此时的小宅只有一个想法 离开这个屋子去人多的地方 结果下楼的时候 小宅一个不小心才空了 最后直接从楼上滚了下去 由于是头先落地 小宅就这样被摔死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国产金属漫画 恐怖的大草人 这个故事发生在十年前 当时红衡考进了本地的一所 艺术学校学美术 其实红衡根本不是读书的料 她之所以进这所学校 就是为了混一个大专文品 虽然这所艺术学校没有多好 但花钱的地方去不少 刚开学一个月不到 学校就组织了一场远途写生 老师选的地方是一个房谷景区 距离红红的学校有200多公里 来回的路费加上餐食等费用 一个学生就要交600多 按照计划 学生们要在这景区待上三天两夜 与其说是写生 倒不如说是出来旅游的 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同学们就来到了景区 并入住了一家快景酒店 后来红红才知道 这家酒店是老师亲戚开的 所以说这次出来写生 处处都是坑 放好行李后 老师就让同学们自由活动了 由于现在不是什么节假日 所以景区没有游客 而且商铺也没开几家 红红和几个同学 在镇上逛了几圈后 觉得没什么意思 就准备回酒店休息 就在这时 一个女同学 突然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并拽住大家朝那边看 原来旁边的一个院子里 站着一个棚头垢面的大叔 只不过这个大叔非常恐怖 他的手脚都被铁面锁着 而且身上都是一道道抓伤的痕迹 红红他们几个女孩子 都是诚意长大的 从没见过如此恐怖的人 顿时吓得不轻 回到酒店后 同学们就把刚刚的所见所闻 告诉给了老师 结果老师知道那个大叔的事情 据说那个大叔之前是个正常人 可是有一天那个大叔突然就发疯了 到处乱打人 家人没办法 只能将他用铁面锁了起来 然后这几个同学还挺圣母心的 觉得大叔很可怜 有病得不到医治 而且这样被人锁起来 一点人权都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 农村里像这种疯子有很多 在了解完情况后 同学们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了 隔天晚上 班上的小明同学就红红 晚上到田地里看星星 由于这里没有什么光污染 所以天上的星星特别亮 银河也非常壮观 就在他们正有说有笑聊天的时候 小明突然看到前面的稻田里 立着一个稻草人 只不过这个稻草人穿着衣服 看起来非常逼真 而红红有点胆小 就让着小明回酒店 结果小明却来了兴趣 毕竟他从小在城里长大 从没见过这种稻草人 所以他要拉着红红 近距离观看稻草人 然而红红却挣脱了小明的手 因为他始终觉得这个稻草人有点古怪 不敢过去看 最后小明就让红红在原地等着 他一个人过去看看 谁知道刚走到稻草人面前时 小明整个人就呆住了 红红见小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忍不住喊了几声 就在这时 那个稻草人突然动了起来 而且他的眼睛也泛着红似的光芒 小明健壮 吓得撒腿就跑 看到小明发疯似的朝自己这边跑来 红红也不敢多问 最后拉着小明逃出了这片稻田 回到酒店后 小明就和红红各自回房休息了 结果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小明就出事了 小明开始乱打人 而且就连自己也打 男士和同学们完全无法制止 最后只能报了警 当时的场景非常吓人 小明在打上了几个同学后 就开始疯狂的抓自己的脸 俊俏的脸都抓破相了 小明依旧不肯停手 最后还是医生赶过来 打了一剂镇镜剂 小明这才消停下来 从那天以后 红红再也没有见过 小明来上学了 然后红红从同学那里打听到 小明的父母 带着小明看到很多名医 然而这怪病却一直没有治好 至于那天晚上 小明在稻田里看到了什么 红红至今也不知道 不过有一件事 红红非常清楚 那就是晚上 千万不要一个人 去田店里看稻草人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国产精索漫画 功与惊魂 男主二行 最近刚刚买了一套新房子 由于所有的积蓄都画在了房子上面 所以现在没有钱买家具了 最后阿豪在同学的介绍下 加入了一个二手家具交易群 很快 阿豪就通过这个群 收了一套很不错的家具 卖家具的是一位 矮矮胖胖的中年人 看起来像是一个小老板 不过这个老板非常热情 他不仅将这套家具 便宜卖给阿豪 甚至还请了搬家公司 将家具给送了过来 阿豪心里美滋滋的 看来自己真的要走大运呢 家具运过来后 阿豪迫不及待的检查了一遍 结果发现 这些家具看起来都很新 貌似都没怎么用过 然后阿豪就忍不住问了一句 老板 您的家具都这么好 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啊 老板笑呵呵的回答 酿仔 您就别多心了 最近我刚刚换了一套大别墅 旧的房子就卖掉了 而这套家具人家也不要 索性我就便宜卖了 就当交个朋友 说完老板就热情的 招呼着师傅 将家具全部送上楼 但搬家公司走后 阿豪就让家里全部打扫了一遍 最后折腾到深夜 才全部收拾好 出来工作了这么多年 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 虽然不是很大 但看起来十分温馨 小小的阿豪心里十分满足 吃了宵夜后 阿豪突然想到了那个老板 对了 应该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结果打开微信后 阿豪就发现 对方在接受完转账之后 就把自己给删除了 不仅如此 那个老板就连二手裙也给退了 看到这里 阿豪一头雾水 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搬运家具的时候 那个老板好好的啊 而且自己也没有说错什么话 夺罪他 想了一会儿后 阿豪实在太累了 于是去冲了一个早 睡下了 午夜十分 睡梦中的阿豪 隐隐约约听到了一阵哭泣声 一开始 阿豪以为是隔壁在吵架 谁知道那哭声越来越大 而且还听得出来 是一位妇女的哭声 再仔细一听 哭声似乎是从客厅传出来的 于是阿豪小心翼地推开房门 朝着客厅走了过来 来到客厅后 阿豪就可以断定 哭声是从这个大衣柜里发出来的 由于这个衣柜实在太大了 阿豪一个人搬不动 所以就暂时放在了客厅 保险起见 阿豪就去房里 拿了一个球棒 然后小心翼地走到衣柜面前 如果里面躲着一个女贼的话 就可以当场支付他了 深吸一口气后 阿豪唰了一声 将柜门拉开了 可就在打开柜门的一瞬间 阿豪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因为衣柜里面居然有两个人 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婴儿 而且妇女和婴儿同时在哭泣 下一秒 妇女转过头 朝着阿豪说了一句 老公 你终于来看我们了 说完妇女就抱着孩子爬了出来 而阿豪惨叫一声 吓得撒腿就捧 冲出去后 阿豪就拼命砸邻居家的门 并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给了他们 住在这一层的邻居们也挺热心的 听到有女贼 他们都愿意过来帮忙 可是回到房间后 那个妇女就消失了 在屋里找了好几圈 什么都没有 就在这时 一个邻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他在衣柜内侧 找到了一张红色符咒 这个位置非常隐秘 不仔细看 还真的发现不了 符咒上面包着一女长长的头发 看起来十分瘆人 后来阿豪找了一位师傅 帮忙处理这张符咒 并且还在家里做了一场法事 而那些家具 阿豪一件都没有留 全部都扔到了垃圾堆里 此时此刻 阿豪也搞明白 那个老板为何收了钱 转头就删除好友的原因呢 所以说 收工二手家具 一定要仔仔细细 检查清楚哦 电影云呢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云呢 云里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 国产精悚漫画 古怪的同学 故事发生在十几年前 小明一个同学的身上 这个同学叫做刚子 他在班上特别厉害 尤其是体育项目 要是学校举办运动会啥的 他能将短跑和长跑的奖牌 全拿下 而且他人缘也很好 班上的同学都愿意和他玩 直到有一年 他突然患了一场大病 在医院住了几天后 就被父母接了回去 不过奇怪的是 刚子出院后 却不来上学了 然后小明就过来看望刚子 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来学校 此时刚子正在吃饭 小明凑过来一瞧 顿时就被吓到了 因为刚子正在吃生鸡蛋 而且他都不剥壳 直接将鸡蛋吞了下去 小明看傻了 忍不住问刚母 他这样吃鸡蛋 难道不会卡住吗 结果刚母抹着眼泪说 自从刚子从医院回来后就这样了 吃东西也不咀嚼 整个往下吞 而且还特别喜欢吃生鸡蛋 现在已经没法管了 然后小明就坐在刚子旁边 静静的看着刚子一口气 吃掉了五个生鸡蛋 吃完鸡蛋后 刚子也不搭理小明 自顾自的盘坐在炕上 在刚子家坐了一会儿后 小明有些无聊 准备回家了 然后刚母就请求小明 如果没事的话 就多过来陪陪刚子 小明表示没问题 就这样小明隔三差五的过来找刚子 而刚子有时候看起来也很正常 正常的时候会和小明说话聊天 如果不正常 刚子就会一声不吭 一转眼到了秋天 小明过来找刚子玩的时候 惊讶的发现刚子的身上开始脱皮 而且是那种大块大块的脱皮 刚子却觉得无所谓 甚至还将脱的皮撕下来 吓唬小明 村里的一位黄大妈看见的 就认为刚子是患了皮肤病 于是就告诉了刚子母亲 据说蛇肉可以治愈皮肤病 隔天 刚母就给刚子送了两盘蛇肉 谁知道刚子一看到蛇肉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一巴掌把蛇肉打翻在地 然后发疯似的跑到黄大妈家门口 对着里面破口大骂 奇怪的是 刚子爸的话非常难听 不像是一个十几岁孩子会说出来的 还有一次 小明和刚子坐在草垛上面玩耍的时候 刚子突然拿出一把钳子 就开始拔腿上的腿毛 小明看啥了 你在干什么呀 拔了不痛吗 结果刚子表示 他不喜欢毛发 一点都不光溜 拔完腿毛后 刚子又开始拔胳膊上的汗毛了 此时刚子的头脑似乎特别清晰 他一边拔毛 一边告诉给了小明一件可怕的事情 有一天 刚子放学 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路过一片田地的时候 他突然看见了一条绿色的小蛇 当时刚子也不知道怎么了 冲上去就把小蛇给踩死了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刚子就梦到了一条蛇 正是踩死的那条小绿蛇 绿蛇吐着杏子 似乎就钻进了刚子的身体里 听完刚子的讲述后 小明立刻跑回去 告诉给了刚母 第二天 刚母就在镇上 请来了一位高人 高人认为刚子 是被蛇仙上了身 于是就在家里 做了一场法事 谁知道这场法事 刚做完没几天 刚子突然就去世了 据刚母说 刚子是在睡梦中离开的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每当小明回到老家的时候 他都会去拜祭一下刚子 然后小明大学学的心理学 通过自己的专业 他分析出了刚子的死亡原因 就是刚子在踩死那条小绿蛇后 产生的严重的负罪感 再加上每天做噩梦 和农村流传杀蛇会遭报应的说法 导致他以为自己真的被蛇仙上了身 直到某天 刚子又梦见了那条绿蛇 然后就被吓死了 当然这只是小明的猜测而已 至于刚子真正的死因 没有人会知道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娜 余里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娜 余里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国产金索漫画 秤驼压关 这个故事发生在东北 某个偏僻的农村里 村里住着一个名叫 李仲平的男子 他最近刚刚娶了一个老婆娟子 娶回来不到半年 他们俩就吵了好几次架 由于动静实在太大了 隔壁家的熊孩子 经常趴在墙上看热闹 而娟子的脾气非常暴躁 只要吵不赢就会动手 所以李仲平的脸上 总是有几道抓痕 吵架的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李仲平喜欢在外面 沾花惹草 这天两口子吵了一架后 李仲平就跑出去躲了起来 娟子还没完 继续坐在大门口 一边拍大腿 一边哭天喊地 这里的村民们最喜欢看热闹了 只要谁家出了什么事 大家伙都会不约而同地围过来 看到左邻右舍都来了 娟子也没有停手的意思 继续骂着李仲平的祖宗十八代 奇怪的是 围观的群众没有一个上前劝阻的 似乎大家都对娟子有一种偏见 毕竟娟子不是本地人 所以村民们都站在李仲平这边 就在娟子骂得最凶的时候 李仲平的母亲出来了 平母急忙让娟子回屋 不要让乡亲们看笑话 而娟子依旧不服气 我怕什么笑话 我又没做缺德的事情 你不看看你养出来的混蛋儿子 他是怎么对我的 一般情况下 娟子会闹一两个小时就停手 结果那天 娟子闹了一下午 直到饭点肚子闹饿了 娟子这才罢休 可是到了晚上 李仲平回来后 娟子又开始和他吵 而住在附近的邻居们就遭殃了 被吵得晚上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 娟子又开始吵 李仲平忍无可忍 就给了娟子一耳光 就是这一耳光 李仲平可是捅到马蜂窝了 娟子跑到厨房 就拿着一把菜刀冲出来 并扬言要剁了李仲平 李仲平见状 只能又躲到亲戚家去了 就在李仲平准备在亲戚家 吃完晚饭再回去的时候 娟子就出事了 他在家里上吊了 当李仲平赶回去的时候 他家门口已经围满了 看热闹的村民 此时娟子掉在房梁上只晃悠 看起来十分吓人 隔天李仲平就找来了村里 帮人办白事的脑三 让他赶紧把人给下葬了 但是按照规矩 人死了都是要在家里待三天的 李仲平却表示 什么规矩不规矩 人都死了 赶紧给埋了吧 拿人钱财 替人拆遣 脑三只好安排人手 把棺材抬到了坟地里 结果刚抬出村 棺材里就莫名其妙的 发出了几声敲击声 众人们都吓出了一声冷汗 莫非是诈尸了 最后还是脑三胆子大 他决定把棺材打开敲一敲 棺材盖后 众人们又被吓了一跳 娟子并没有诈尸 只不过他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 张着嘴巴 双手抬起来朝上伸着 那副样子 看起来实在瘆人 脑三见状 急忙让人回村里 找了一个秤妥回来 此时的李仲平人都傻了 一个秤妥就能解决吗 然后老三一脸怀疑地 询问李仲平 娟子真的是自己上吊死了吗 李仲平满头大汗地说 是啊 就是自己上吊的 全村人都看着了 说完老三就把秤妥 压在了棺材板上面 因为老三之前听人说过 秤妥虽小 却可以称万斤重物 所以一般的血碎都压得住 果然当小小的秤妥 放在棺材上面后 棺材里就没有动静了 然后众人们一鼓作气 将棺材抬到了坟地 并埋进了土里 一切结束后 老三就提醒了李仲平一句 如果娟子不是自己上吊的话 这事可不算完 他说不定会回来找你的 听到这里 李仲平的脸瞬间就黑了 结果当天晚上 屏母起夜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开灯一瞧 屏母顿时吓得探坐在地上 因为李仲平也在家里上吊了 至于李仲平的死因 村里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就是 娟子是李仲平害死的 所以娟子回来复仇了 第二种就是 他们虽然吵吵闹闹 但感情很深 李仲平不愿意一个人独活 就陪娟子去了 到底哪种说法是真的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现在最惨的 就是李仲平 孤苦宁丁的老母亲 故事到这儿 一句结束了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 国产惊悚漫画 任祖 小明的老家有个传统 有钱的人 都会在唐屋的镇上方 盖一间小阁楼 这个阁楼 用来放置家里 去世老人的棺材 据说这样能保佑后代 升官发财 那一年 小明的姑脑爷去世了 小明就回到乡下 参加葬礼 就在小明帮忙 布置宁堂的时候 他发现 姑脑姥正看着 姑脑爷的棺材发呆 神情十分伤心 于是小明就想找一些话题 来转移姑脑姥的注意力 姑脑姥现在有90多岁了 平日里特别喜欢拉家常 见小明想和自己闹嗑 姑脑姥就讲了一件 升官发财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 姑脑姥小的时候 那时正是动荡的年代 由于村子处在山坳里 所以有不少外来户 跑过来躲难 就在这些避难者中 有一户张信三兄弟 这三兄弟不声不响的 就在村东的荒地里 建了一栋大宅子 看得出来 他们手里有不少钱 于是村里渐渐有了传言 说这张信三兄弟 有可能是土匪 他们修建房子的钱 都是不予之财 因此村里的人看到张信三兄弟 都绕着走 尽量不和他们来往 直到有一天 张信三兄弟的老大 得知本地的传统 说是把先人遗体 放在阁楼上 就会保佑后人升官发财 于是老大也想供个祖宗保佑 但是这三兄弟 都是无根的扶贫 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的祖宗是谁 最后三人一商量 决定任个野坟里的尸体 当干爹 本来挖坟是最脏 最可耻的事情 但是这三兄弟却大张旗鼓地干得起来 而且还请了一位 吹索辣的师父一路跟着 在坟地里逛了一圈后 他们发现 有一个坟包上面 长满了野草 而且也没有溺碑 这样看的话 就是一座野坟呢 就这样 他们刨了这座坟 并将尸骨放进棺材里 抬了回去 村里的村民 本来是想阻止他们的 但是又看到 野坟里的尸体 被这三兄弟 当干爹 好好供奉着 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呢 然而没过几天 就有一位满身不定的脑太太 找上了门 脑太太是过来 躺回公道的 因为张姓三兄弟挖的坟 正是脑太太的丈夫 而张家老大 看到这位脑太太 毫无威胁 直接将脑太太给打发走了 这位脑太太的丈夫死得早 而且又没有子女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要去哪里讨说法 于是他只能抱着王夫的遗像 坐在张家三兄弟门口 只要有村民从这路过 脑太太就会诉说自己的委屈 有几个热心村民了解完情况后 纷纷表示要给老太太讨回公道 这天张家三兄弟就有脑三在家 看到村民来势汹汹 脑三直接从怀里掏出了一把手枪 脑三的枪声 立刻就把村民们给震住了 看来这张家三兄弟 真的是土匪出身了 就在脑三拿着枪驱赶村民的时候 脑太太一个紧张摔了一跤 结果导致 她的头磕在门槛上晕得过去 村民们见状 就将老太太送到了镇上的大夫家 然而老太太年纪太大了 对一摔竟要了她的性命 由于老太太没有儿女 最后还是村民们一起处理 给老太太举办了一场简单的葬礼 下葬的时候 村民还把老太太丈夫的遗像 也一并葬在了一起 从遗像中可以看出来 老太太的丈夫是一个独眼农 这件事情结束后 张家三兄弟的脑大 就从外地买了一个老婆回来 不过这个老婆的智商有些问题 别人都喊她傻姑 不久后 男儿和老三也效仿老大 从外地买了一个老婆 就在男儿和老三一起举办婚礼的时候 傻姑突然就生了 生了一个男孩子 只不过这个孩子出生后 他的眼睛一直是闭着的 直到满院后 孩子才睁开眼 不过只有一只眼睛 老大请难了大夫 大夫表示 对这种天生的眼疾无能为力 由于这个孩子身体太弱 没多久就腰折了 然后村里就开始有传言 张家三兄弟做了很多亏心事 终于造报应了 后来老三的老婆生孩子的时候 也出现了问题 脑婆难产 最后孩子大人都没了 并且这个孩子一出生 就是一个独眼龙 相继发生了这么多离奇的事情 张家三兄弟这才反应过来 的确是造了报应 于是他们就把阁楼的棺材抬出来 并埋到了老太太的墓旁边 再后来老三就带着一些盘铲 离开了这个村子 而老大和傻姑又生了一个孩子 诡异的是 这个孩子依旧不健全 然后老大怕村里人说闲话 就带着妻儿也离开了这个村子 老大和老三都离开后 偌大的张家大宅 就剩下老二一家人了 说完成年往事后 孤暖了就叹了一口气 并告诉小明 人在做天在看 做人最重要就是要讲良心 不是自己的祖宗 千万不要乱人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带来最新的国产民间恐怖漫画 鬼市会里面的故事 烟灰 这个故事发生在广西的一所职业中学里 那一年小明没有考上高中 于是就来到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 学习机械专业 当时学校刚刚建的一个新校区非常宽敞 所以一个宿舍里只住了三个人 小明 小江 还有阿豪 这个周末 大家闲着没事干 于是阿豪约着小明他们一起打牌 可是平时非常喜欢打牌的小江 却依反常态 一个人站在角落你看手机 阿豪喊了几遍 小江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个小江和阿豪 小明他们不一样 他当年已经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 但是他没有去 而是来到了这里 阿豪也问了他几次 他也没有说原因 看到小江对着手机一阵发呆 阿豪就打趣道 你小子在偷看什么 是不是小电影 结果等阿豪他们凑过来的时候 却发现小江正盯着手机上的一张照片看 而且脸上还挂着泪水 照片上有两个男人 一个是小江 另一个是一位中年男子 一看就是小江的父亲 于是阿豪和小明就笑着说 你看照片怎么还哭了 是不是想家了 结果阿豪他们在一旁嘀讽了几句后 小江就哭得更加厉害了 然后哭着告诉阿豪他们 今天是我父亲去世一周年的近日 听到这里 阿豪和小明心里非常内疚 然后不停地向小江道歉 好在小江这人非常随和 他没有怪阿豪他们 并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 小江的乡下是百色市下面的一个山区 那里是一片地无三里坪的穷乡僻壤 不过小江家里的条件还算不错 因为江父除了平时种地外还会去山上采药 而他最拿手的就是腰间寄一根绳子 并在峭壁上攀爬 这种在悬崖上采药是极度危险的 这里的大山又高又陡 山下就是悬崖 如果不小心掉下去 必死无疑 但有一种极为珍贵的药材 石湖就生长在悬崖峭壁之上 而江父每次上山就是为了摊而去的 结果一年前江父一次上山采药的时候 绳子在山崖的石壁上被磨断了 绳子一断 江父顿时就失去了保护 刷的一声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了 说到这里 小江的眼泪又哗啦啦的流了下来 因为小江心里很清楚 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去山上采药 就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 让小江可以安心学习考一个好大学 结果现在的小江还是选择了技巧 而今天是父亲的忌日 小江也没有东西祭奠一下 听到小江没有东西祭奠 阿豪急忙跑了出去 每一会儿阿豪就拿了几根香烟回来了 小江用这个代替贡香来祭奠你的父亲吧 说完阿豪他们将三根香烟点上并摆在窗台上 然后三人朝着香烟的位置深深聚了一躬 此时此刻小江是在祭奠父亲 而阿豪他们却对这位伟大的父亲表示尊敬 晚上的时候宿舍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阿豪醒来后想去厕所 结果发现自己无法动弹 然后隐隐约约的看到小江床边坐着一个中年大叔 阿豪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预感 这个大叔就是小江死去的父亲 只见江父坐在床边一边叹气 一边自言自语道 你这个傻孩子怎么能不上高中不考大学呢 说着说着小江就开始流眼泪 不过他却没有醒来 后来迷迷糊糊的阿豪又睡得过去 第二天一早小江就说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自己的父亲 而阿豪也表示梦见了和小江一样的场景 就在这时小明突然尖叫一声 因为他看到小江床头的地上居然有一些烟灰 而宿舍的三个人都是不抽烟的 那这烟灰真的是江父流下来的吗 此时此刻小江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他轻轻抚摸父亲坐过的地方 感受着父亲流下来的温度 后来他们三个人都毕业了 而小江是这一届学生里专业技能最好的 还被学校推荐去了大厂工作 这样的话江父在天有宁也会安心的吧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